你看到这个预冤谈天 在6月25号那天不是吗 在这个金门模式 它是扩大化 那当时是四艘大陆的海警船 对我方的三艘海巡 所以你看到我方后来海巡 不是贴了一个声明吗 就是其实它都是制式的新闻稿 只是换一下数字 换一下时间地点 那后面都有驱离这两个字 三艘驱离四艘 小船驱离大船 好吧 就是海巡写的 但是没想到大陆这个海警 就是很不给面子 它就公布了那个画面 那它用的图是说台湾是 台湾的船是仓皇掉头 慌张掉头 大陆说我们慌张掉头 我们说我们把人家驱离 这两者之间巨大的一个落差 不管如何 这个帅将军就说 我们是RQ式的胜利 说实话 这种东西我们讨论很多 我也不太懂 为什么我们的海巡 还要特别把帅将军的名字 挑出来去反驳一番 过去我们讲这个东西 讲很多了 大家用尝试判断 对或是不对 我们交给观众 其实辣碗报的工作 就是我们把各方的说法 都出来 我们其实不站队 让观众自己做这个专业的判断 那帅将军有帅将军的专业 所以过去海巡 都点不点不讲话 但这时候 今天有一篇特别 针对帅将军 帅将军讲RQ式的胜利 海巡指说 哪有 这是按照国际 还有国内法 对他国公务船 我们海警船的理性应处 跟他国是一样的 我们的做法跟别国是一样 所以这个不是RQ式的胜利 我补充一下 预言谈天写的这篇信息含量也很大 这是金门模式的扩大 6月25号 你不要看四艘三艘 好像规模没有很大 但怎样 在此之前是固定路线 固定边队的方式进行 这次不一样 沿着固定路线巡查完毕之后 再用单舰或是两两分群的形式 新模式进止法 那他经历了这个点线面 全部都有了 全天候转变 突然要来就来 强度也提升 以舰艇编队的规模来进行 这个金门模式 开支散业 各种的金门模式 各种的时间点 各种这个海域的一个测试 所以这个帅将军 你觉得呢 RQ式的胜利 这个东西 就是大家潜持用字要注意 海军署的弟兄很辛苦 我非常肯定 你采取这个广播通知对方 这也是合国际法 但是你不要用驱离两个字 驱离 你在现在画面 是自己离开了 驱是你要逼着人家离开 而且人家在我们面前 耀武扬威的变换队形的 搞各式各样的 对 就你觉得海军 这个东西 所以我讲 台湾老兵力很明白 金门这边的海上执法权 在人家手上 他是强势 我们是弱势 这个我们可以理解 也同情 但是不要 还用驱离两个字 这个没有什么意义 第二个你把前面那张图 绕台那个图掉出来 来绕台的那张图 来导播掉出来 我给各位讲一下 对 为什么这边 东海岸这边 没有什么动作 如果各位都到过台东 花莲啊 那个地方不适合登陆的 对 不适合登陆的 那这边是北中南三个区域 都在海空演习 是什么呢 因为军事作战 它不会只打一个地方 我主力甲在台北 我台中也有攻击 高雄也有攻击 那你南部的军团 不能抽调到北部来 中部的军团也不能抽到 它可以隔绝 下淡水溪 下这个左水溪 这边的桥头一攻击 你的部队就没办法 那北部就孤立了 它如果是打中部的话 北边也牵制你 新竹造桥 只有1800公尺 从山到海 所以这些要爱点 一打断呢 就把你北中南三区的兵力 就孤立起来了 所以它为什么演练这么频繁呢 它要做好攻台计划A 计划B 计划C 如果计划A主力打台北 那么B跟C 中部跟南部叫助攻 小部兵力 牵制你为主 它如果是以台中为主目标 牵制北部 牵制南部 所以它这个演续区 是代表它有含义的 就是说它的部队到这边来 可能不止一个单位 因为投入解放台湾的兵力 是一波接一波 24小时不给你有喘息的机会 第一批飞机轰大完了 导弹弓完了 第二批又接得上 第三批又接得上 这样才能够让你防卫的兵力 产生崩溃的现象 所以大家不要看 绕来绕去 他们在做他们的军事演习 而这个演习它是必要 为什么 新机新舰太多 它不演习 它打起来也有问题 所以我们讲说 你也不必害怕 因为它有这个实力 它天天搞 但你也不能麻痹 对不对 所以这个问题 我们后面再讨论汉光也 等一下我们再讨论 也就是因应这个状况 那东边这一块 现在以前我们东部 主要是这个战力保存 现在它的价值越来越低了 没有什么好保存的 没有什么好保存了 因为可是因为登陆部队在这边 因为只有避海道一条路 很容易被堵 它不能发展 因为它面对的是中央山脉 所以基本上我们在宜兰 这边防卫的兵力 花冬都不是很多 因为当初为了避人家的轰炸 我们加山基地 是因为靠中央山脉来隐蔽 但是现在人家的航母 可以绕到我们的西海岸去了 那你就 东海岸 你的中央山脉的隐蔽效果 就没有了 所以他不必要在这边做大的军演 他只有飞弹跟舰上的导弹 就直接封锁你加山 好 这是 我们看到每天一张图 大家有兴趣的话 我再次强调 丽将军给一个很好的建议 你把520赖清德上任之后 的每一张图调出来 自己看 不是军事专家 一定也都看得懂 好 回到刚刚那边 我让张将军继续讲 然后我们怎么办 这次今天上午发布的这个 我们显然是 我们的战机没有动锚 那是用这个飞弹部队 所以从早到晚 警铃都在响 那今年我们是有个汉光40号演习 那梅家书也到立法院去说明 那这次有几个重点 没有把这个两栖连星 还有空降的部分纳入 那为什么呢 不是取消 而是专注于防卫作战 所以我们这次呢 主要是守势作战 守 对 不可能攻 你说空降的话 是降落到别人的土地 所以守势作战 让特战队呢 是原兵归原位 然后这个赖清德 第一次主持官校的毕业典礼 在12分钟的致辞当中 从头到尾 效忠国家 哪个国家 什么国家 连国家的名字 都没有讲中华民国 所以你发现了蹊跷吧 中华民国对他来讲 就是个工具人嘛 就是个工具 对不对 有的时候需要的时候 就中华民国一下 但是大部分不太喜欢 所以不讲 这么重要的场合 官校的这个毕业典礼 没有讲中华民国 只说要效忠国家 那我们军方也发了 汉光的接战规则 你看到很特别 有一点 如果跟上层之间的指挥通讯 全部断掉 然后敌军的机舰 飞弹又已经在攻击 我们的话怎么办 注意 基层的飞弹连队 连掌就可以决定 是不是要发射飞弹来应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